长沙米粉软糯爽滑 这秘密就藏在脱胎换骨之前的米里 将泡好的大米均匀倒进旋转的石墨 细细研磨 浸泡充分的米粒 转变成平顺柔滑的米浆 滑丽的转变是早稻米成为米粉的蓄取 倒入一勺开始轻摇托盘 米浆在托盘中均匀摊开 接下来的操作必须精确到分秒毫厘 上锅开蒸四十秒 粉皮出锅十秒 一滑一阶晾晒于竹架之上十秒 六十秒的时间 成就了手工米粉的软糯爽滑 每天早上六点 张志源都会准时到白沙古井 白沙井 白沙井 泉水从井底鼓鼓涌出 清澈透明 富含微量元素 井水入口干裂凉爽 自清朝时便为老长沙提供水源 至今仍是四季不枯 好多人都问我 问我为什么好 这米菊就在干裂点 最好做什么的 金鲜获得的白沙井水 被张志源带回店里 半小时后 他们将华丽转变为 长沙米粉的灵魂 圆汤 圆汤曾经在长沙米粉江湖里 占据着绝对的霸主地位 长沙米粉的圆汤 指的不是煮至米粉的汤水 而是熬至肉丝时的浓汤 长沙的肉丝也和其他地方的肉丝不一样 要久煮不烂 所以要粗 相当于别的地方的肉条 这样才能保证熬出肉的香味的同时 又可以作为马子使用 水稻诞生于水 静静温润的米粉 在圆汤中重获新生 但味道的升级 还需要焦头来造势 长沙人称它为粉马 牛腩 肉丝 杂酱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长沙粉馆师傅做不出的 长沙的杂酱是使用纯肉制成的 一锅15公斤的纯肉 要不停地翻炒一个小时 才能保证炒香又没有毒味 大串 尝尝 长沙 一锅 一锅 9 三锅 海培 四锅 一锅 一锅 二锅 今天是最难得做的 每天做的该一锅 这样烫得大的 都打不去了 二十四小时 营业的米粉店 在长沙人眼里 一定是超越深夜食堂的存在 一碗汤鲜马热的米粉下肚 白天所有的快乐痛苦 得到与得不到 人世间的各种沉浮争长 似乎都可以瞬间忘记 以前我们是晚上十点 门到三五十点一 从外地求学漂泊 或者旅居在外的游子 下了火车飞机后 拖着行李 米粉店才是第一个要回的家 人着陆了不算 胃着陆了才是真的回了家 湖南人可以一天不吃米饭 但绝对不能一天不缩粉 可饭可菜 方便快捷的米粉 让米从餐桌上的配角 变成了主角 穿起了长沙人的每一天 从沉睡中唤醒的米粉早点 到深夜食堂打发机场碌碌的夜宵 从临行前一碗上车粉 到外地漂泊返乡的一碗落脚粉 应对快节奏的城市生活 一碗有香有色的米粉 总能赶上极形的脚步 填补味蕾的空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